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U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每个玩表的朋友都想拥有这个Richard Mill理查德RM 这一类型酒桶外形设计的这一种手表 但是几百万确实不是想买就买的嘛 对不对 今天小刚就在这边和大家分享 这个像理查德百万等级Richard Mill设计致敬的其中一种品牌 而且价格可以说是小刚在网上找到了 价格属于是清明价位的这一种机械表 在这个马币2000块左右这个价位 让体验一下过一过瘾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很多人问我这种表算不算假表 其实不算 因为假表的意思是直接抄 就是山寨版假的一模一样的那一种 仪甲乱针的这个高防表 那这一种表它整体细节还是有不同的 就好像表盘 指针 机型设计等等这一些 那这一种就类似于做致敬的设计 设计有点类似这个RM Richard Mill RM1701这一款 那小刚买的这一款是 Wish Do It的Captain Kick系列 那在还没有收到表之前 其实有看了其他频道的一些开箱 那和我收到这个表之后 我发现很多部分其实它有做了改良 就好像开箱这里 你看到它外盒的质 它也不再是用金色 它现在用了这个改良的 用了银色 那其实看起来更符合现代的生美 这点我觉得是很棒 那最新的表盒也和旧版的有不一样 那现在是整个硬的这一种 便携式的这个表盒 看起来也更加的高级 那它还附送了一条质感很好的 这个插表的布 那它表本身是一个42mm的这个表颗 它是一个不锈钢Standard Steel的材质 它长度从上到下大概是50mm左右而已 上手是完全很容易可以驾驭 那表颗啦 小刚讲你看它整个边缘 是一样的 好像这种理查的RM这样子 做了这个导角抛光的这个打磨 非常的棒 这边你上手拍照看 真的是很高级 这点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那你表玻璃镜 它材质是用这个矿物玻璃 跟mineral crystal glass 那手表是用了裸空设计的表盘 那表盘你会看到这一类型 巨大的这一种交叉的设计 还有几个螺丝和这个小齿轮 其实作为表盘最上一层 它是充当这个其实表盘 它本身的这个设计而已 它并不是真的是有功能的 那简单来讲啊 你可以称为是这种比较像是这个 multi layer的表盘 multi layer down 那实际三针的机型 它的运作是在下面那一层的 那你看这其实还是很酷的 那尤其是拍照时候啊 拍出来那个质感啊 要讲是真的是算美的 那小刚在那边就让大家欣赏一下 它的这个夜光 那有点小刚发现就是这个 配的表带哦 它的这个塑胶的材质啊 我是觉得有一点太软了 那然后也比较容易沾灰尘 那如果是用比较硬挺的这个塑这个胶带啦 那我觉得肯定会更好 那它表的底盖哦也重新改良设计过 那因为它原本小刚看之前啊 别的一些频道做测评了 它有刻的这个 它在这个表的表刻的边缘这一些刻上的字哦 你会看到它是刻了有那个什么 Fashion Watch啦什么类似这样子的字啊 它把那些不必要的字啊已经去掉 一眼看下去是更加的高级更加的简约 那这一款表它背后的机型啊 是这一支表我觉得挺有特色的一点哦 因为它不像我们每次看到啊 你买那种入门的表 它入门的价格啊就随便整个机型啊 就随便这样塞下去哦 完全没有设计嘛 那这个就不是哦 它机型哦 你看到它是做了这个全杜黑的处理 那也有特别裸空设计的这个 它这个商链的摆脱 它机型的固定裸空那个甲板啊 也是有特别的去设计的哦 而且它规格哦 算是一个高规格的这个机型哦 它是一个4hz 28,800bit per hour 这个4hz高频率的这个机型哦 那动力储存也是超过70到80个小时左右的哦 那也就是我们俗称三天动力的这个机型哦 自己有玩金弓有玩SECOR的小钢啦 我敢讲这个机型已经算是高规格过那个SECOR啦 进攻那种卖大几千块哦 还用着那种4R系列那个机型 就那种3hz又短动力的那个机型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到他们网站去看一看哦